十三少人也好 这空间质量还真是不错 果然私人飞机上的标准就是不一样 十三少 您看的这架私人飞机乃是米国波音飞机公司进口改装 飞机内部各种配置都是全球顶级奢华 安全性能拥有最高档的保证 另外在这架飞机里还有双人床洗手间 临于是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你想要在飞机上进行不一样的美妙体验 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你这老四批 没看到哥旁边还有几个单纯的妹子吗 你也太内涵了 叶总 是什么样的美妙体验呢 这个嘛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 反正十三少肯定懂的 十三哥哥 那以后我和你一起体验好不好 你妈 老子也是醉了 你知道啥呀 就想下体验 叶总 这架私人飞机 我很满意 另外还有我刚才标记过的所有型号的直升机 全部来一架 全 全都要嘛 刚刚您标记的豪华直升机可足足有15架之多呀 而且都是最豪华的机型 加上这辆私人飞机的话 一共30多个亿 才30多个亿而已 小意思 以后出了新的豪华机型 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都要了 好的 十三少 您真是太有眼光了 对了 叶总 我订购的这些飞机 都是要送人的 你帮我顾护到他们名下就好 好的 十三少 您只需要给我提供他们的名字就行 保证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我尼玛 十三大佬真是太好了 一下子整十几架飞机 居然都是送人的 要知道这随便一架都价值一个亿以上 随便一架都是别人奋斗一生都难以企及的财富 简直是太疯狂了 对了 十三少 您订购的那艘世界顶级豪华邮轮 两天后将会驶入魔都阳山港 到时候邮轮的卖家也会亲临魔都 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那就麻烦叶总了 世界顶级邮轮 叶总 你说的该不会是海洋光明号吧 是的 就是光明号 这可是世界排名第五的顶级奢华邮 价值超过70亿 号称亚洲最豪华奢侈的邮轮 船上一千多名员工 各种设施一营俱全 应有尽有 听说魔都第一豪门的万亿继承人 叶家千金叶寒 五天后 会在光明号上举办生日晚宴 已经在商谈包下整艘邮轮 是的 秦小姐消息很灵通嘛 很快十三大佬就要成为这艘邮轮的新主人了 难怪叶总会对十三如此客气 原来单单这两笔生意的额度 就已经超过百亿 这十三的购买力也太恐怖了 秦家虽说是豪门 也不可能奢侈到用一百亿来买飞机游轮玩耍 这简直是恐怖如斯 对了 叶总 在魔都大学附近有比较好的方言街上吗 这个问题十三少不妨问问秦小姐 在魔都大学附近有两栋楼是秦家的 寸土寸金 价值二十万一平 随便一百平米的房子都价值两千万 而且别人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是这样啊 无双小姐 不如你卖给我一栋吧 我按照两倍市场价的价格来买 两 两倍的价格 十三大佬 这一栋起码百亿以上 两倍市场价 那就是好几百亿了呀 只要无双小姐愿意 在多家店里无所谓的 这十三大佬绝逼不是人 是神 才神 这尼玛简直是毫无人性 如果你想要一套的话 我名下倒是有很多套 送你一套也无妨 但如果你想整栋买 那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 恐怕要跟家里商量才行 没关系 这样吧 你送我一套 我送你一架直升飞机 咱们等价交换 不占你便宜 这么说起来 还是我占便宜 我那一套房子最多也就价值九千万 你送我一架飞机 可是超过一亿五千万 我可是平白无故 赚了你几千万哦 没关系 秦小姐不必如此斤斤计较 也许这一次 是我占了便宜也不一定 这家伙到底什么意思 他该不会想追我吧 不然为啥要平白无故 做我几千万 男人都是这副德性 他肯定有这个意思 想对人家头谋不轨 可是我绝对不会让你轻易得逞的 就算你是十三大佬也不行 前五双好感度下降十个点 当前好感度为六十五点 这你妈 秦无双该不会误会我的意思了吧 老子花一五千万 小好的是甜口精 自己一分钱不出白的一套房子 那不是占了大便宜吗 难道他以为老子要吃他豆腐 他怕是想多了吧 小月妹子 半个月前 我让你办的事情 你办好没有 老板 已经办妥了 随时可以做交接 那行 你等我的消息就行 好的 老板 大佬们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 每位大佬今晚奖励四位空姐 我唯会 葱事业 开